大唐玄奘西行取经 拉开了天租国与大唐帝国之间的友谊序幕 后来王玄策作为使节再次促使天竺 对中英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公元647年 天竺摩羯托国 向军首领阿罗纳顺 谋权篡位自类为王 就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的时候 他亲自率军 伏击了大唐玉使 王玄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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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玄策安全抵达了冰湖对面 他回首一望 只见白茫茫的一片 毕马和他的部队已经消失了不见 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